三十件出口到国外的五金工具 看完每个都想要 第三十名 电动扳手明明可以直接安装披头钻头 它非得给你弄这种实心的四方轴 不给换咱们就自己换 把原装的四方轴拆掉 更换上这种空心的四方轴 怎么拆的你就怎么安装上 你看这样就可以直接安装披头套筒钻头了 实现了一击多用非常方便 第二十九名 角膜机如果只是拿它用来切割 就有点太浪费了 咱们只需要给它装上一个这种转换夹头之后 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手电钻来使用 装上各种钻头 拿它来钻个孔 开个眼啥的 比手电钻还要方便 第二十八名 手电钻又有了新用法 只需把这种电动拉毛枪转换头啊 加持在你的手电钻上 你就不用买什么锚钉枪了 就像你的手电钻就能变成电动拉毛枪一样 锚接固定的东西非常的方便快捷 第二十七名 以后家里需要搭棚搭架 就用这种U型卡扣 用法很简单 像这样先把钢管摆放好 然后穿入另一根管 再拧紧两颗螺丝就固定完成了 强度高很结实 不用了随时可拆卸 第二十六名 给角磨机装上一个这样的转换头 就可以当手电钻使用 三爪夹头加持牢固 装上各种不同的钻头和劈头 用它钻个孔 打个眼啥的都很方便 第二十五名 瞧见没 咱们的电动工具 以后再也不怕电池没电频繁地更换电池了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一拖二的电池转换器 一次可以直接安装两块电池 让我们的电动工具动力更强劲 续航时间更长 不管是锂电钻 角磨机 还是电扳手 都可以使用 第二十四名 这个是家家都能用到的底盒固定器 底盒螺丝坏了 就可以用它修理 把它放进去 用扳手拧紧就能固定 再装上面板 拧上螺丝 固定好比原来的还要结实 真的是太实用了 第二十三名 第二十二名 你以为这是一把普通的扳手吗 那你就错了 这是一把会摇头的扳手 就像吉伦一样 扳口反过来就是管钳子 而且还能调节使用角度 把手还能伸缩拉长 第二十一名 不管是什么墙面 把它放进去 拧紧螺丝安装好挂件 固定的非常牢固 平常使用的这种塑料杖塞 拧紧螺丝很容易松动 还容易氧化 一扯就掉 我们可以换成这种新型锯齿铁膨胀 四面都带齿 使用简单 把它放进去 用锤子砸进去 拧紧螺丝就可以向四面张开 承重力也特别好 不管是红砖墙水泥墙 还是空心砖都可以用它 表面镀芯处理不易生锈 经常搞安装的可以备上一些 第二十名 这种可以装在墙上的 不锈钢三角支架是真不错 家里有空闲的地方都能安装 再放上一块木板 就是一个折叠桌置五架 承重力强 不用了还能折叠收回 第十九名 现在的人多能发明 以后想给新锯开锯 给锯齿拔料 就可以用这种锯齿修整器 套在锯齿上用手一捏就完事 而且角度能调节 锯齿太小 看不清 还能配合放大镜用 第十八名 现在不需要热熔也能接水管 你看这套工具发明的怎么样 直接套在管子上 就能给水管套出丝扣 套好的丝扣非常标准 水管这样连接 不仅降低了施工难度后续 也方便维修 第十七名 在门上安装一个小轮子 以后开关门就方便多了 家里的房门时间久了 门下锤摩擦地面不好开关 就可以把它固定在门角上 这样开关门就非常顺滑 没有噪音 第十六名 终于发明出来了这种手摇 就能发电的应急装备 它不仅能应急照明 还能点焰生活 无聊的时候还能收听广播 它内部没有电池 储存电量的是超级电容 平时还能给手机充电 第十五名 用石就拉开不用了 还能收回去 这种能做折叠桌折叠家具的折叠脚链 是真不错 用螺丝就能固定 完事以后把桌腿扳到九十度 就会自动锁定 按住解锁键才能折叠收回 第十四名 经常用切割机切割的 你看这种可以调节的滑轮脱料架 发明的怎么样 想用多高就调多高 这样以后再切割长料都不用人扶着 自己就能搞定 而且还能多个搭配使用 第十三名 只要把这玩意装在门上 那以后可就什么事多了 一边固定在门框上 另一边固定在门上 力道可以调节 你开门就会自动关门 而且带液压缓冲的 关门非常柔和 不会咣当咣当响 第十二名 经常走夜路的老铁 就应该被一个这样的多功能防身改锥 顶部平口设计 硬机防身很强大 还能轻松切螺丝 中间还是各种尺寸的扳手 可以拆卸多种型号的螺丝 下面是一个开瓶器 开瓶皮朽不费力 家里没男人的必须被上 第十一名 终于发明出来了 这种尘孔钻头 能实现无丁眼工艺 调好深度打好孔 然后找一个和板材同似的封边皮 用打孔前 剪出一个八毫米的圆形小盖帽 把它盖在螺丝孔上面 就比露出来好看得多 第十名 啄木鸟F30连发指定枪 保险锁定时无法扣动扳机 调到开锁时 即可扳机发动音 推到最上面时 即可扳机发 下面我们装机测试看看这把枪 到底有多年 研发枪是真的 第九名 以后在墙上安装固定都不用打口 使用这个升级的八代打冰器 它不用油不用气 装上钉子按压就能安装固定 钢板 混凝土都能轻松打进 五档威力 这一刀结 打木板线和线槽不容易打烂 水电公木工师傅安装固定东西都可以一打 第八名 这个新发明代替了大锤和电稿 三分钟轻松切割 它就是新型切墙利器 高频环具 功力大 噪音小 切割快 重量轻 一刀就能轻松切割30公分 家里需要改门改窗 几分钟就可以切割完成 切割一次成型 永远有18岁的姑娘 第七名 第六名 大家看 可以给你家的角膜机安装一个这样的支架 安装简单 拧紧螺丝固定好 再拧紧压板螺丝就安装完成 切割深度还可以调节 想切什么材质 我们就可以安装上什么样的锯片 这样切割出来的材质平整又安全 第五名 第四名 这是一款让小偷看到都害怕的仿真摄像头 上面是一块太阳能板 白天自动充电 晚上自动亮起 防水防雨 把它安装在家里的院子大门口 既能照明 也能对坏人起到震慑作用 第三名 终于找到了 可以倾斜角度的台虎钳你肯定没见过 它可以从0到90度随意调节 快速精准锁定 最大加持80毫米 平时用它切割打孔时 无需调节物体角度 直接在虎台前上就能快速调整 非常的方便 第二名 你老说电钻干不了电锤的活 你看这不就发明出来了吗 这就是电钻变电锤转换头 它的内部是跟电锤一样 带转轴锤机撞针 你听这就是锤机的声音 安在电钻上 就能在红砖石心墙混凝土梁上 顶上锤孔钻动 特别的轻松省力 非常方便 第一名 终于找到了 这是一款比汽车大灯还要亮的 多功能钥匙扣 有强光 弱光 暴闪三种可调节 侧面还有超亮泛光灯 和紧接红蓝信号灯 同时 它还能给手机充电应急 全金属的材质 防水不生锈 把它挂在腰带上 关键时刻很有用